看看新闻吧 宣布自己嫁给薇薇了 而就在昨天 我们也在外滩的一个展览上 发现了两人的身影 结婚本干是件大喜事 除了收到大家的祝福之外 更多人却表示 自己被这件突如其来的事 吓了一跳 好的 因为其实连很多 我们共同的朋友 他们都不一定知道 我们在一起 之前还蛮得蛮好的 所以等到结婚的时候 就想吓大家一下 好吧 大家的确被你们俩吓到了 还记得去年十月 彭真杰还单着 被新生代演员冯明朝不断追求 甚至还高调宣布了此事 我觉得上海某位女模特的追求 还蛮炙热的 请问是真的吗 什么警告 什么警告 你有点厉害啊 你追谁了 我 确实是有这个事 所以你承认了对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 你跟洪棍杰现在在热恋当中吗 我暂时单身 我希望在光棍杰之前能把这座冰山给融化了 可转眼到了今年的光棍节 冰山没融化 女神却牵着别人的手一起看展览 这两位又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呢 我们大概认识有三年多时间了 然后也是朋友聚会 对 然后一次 一次 K歌唱歌的那个局上 对我们就一块儿见面聊了一起去 但是也没有特别深的意情 就还好 就后来也是朋友 因为经常会约我们一块儿 我来上海出公差 或者来玩的时候 我们见一面 但是也没有想过 会支持我们恋人的方向 哇 原来两人交往足足有一年了 这也算不上是闪婚的节奏啊 而对于洪棍杰的新婚丈夫薇薇 大家并不熟悉 她也是演艺圈的一员 1983年出生 比洪棍杰小两岁 2004年 她通过出演电视剧《六指琴魔》 进入娱乐圈 同年加入湖南京市单元主持人 而在今年东方卫视播出的 电视剧《宝卫孙子》中 也有她的精彩演出 哎呦 老婆你 这你自己来就行 我来全 全是做一种的 爸 你不疼我 我疼 我觉得我应该陪你来 老婆 目前的魏威 刚刚结束拍摄《盗墓比记》 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本该全力以赴 可却在这时候选择了结婚 看来同掌柜的魅力 不止一顶点哦 我觉得很漂亮 最吸引我 我能够选择要追她 或者跟她在一起初中 后来慢慢了解 我会发现其他有很多 其他女生 不是没有吧 就是会更好的一面 比如说她 从魏威脸上无语的表情 我们似乎能看出一二 因为童春节和前夫谢辉 交往时 反映出的可不只是 这所谓的善解人 有时候有一些专制 我觉得她就是可能会讲 你穿这个 这个一定要买这个 什么 所以我也不是很喜欢跟她一起出去玩 她还闹不起来 对 但是我自己还蛮喜欢到处走走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去新疆啊 非常漂亮的 但是我在想 如果她在的话 肯定不会很好玩 也许是谢辉的霸道与专制 七年的感情就此无疾而终 而相比之下 眼前这个小她两岁的男孩 似乎比谢辉 更懂得去讨同城节欢心 哇 球棍很美啊 那天晚上很美 我们在大理的尔海上 在一个露台 然后满天的星星 突然就有一位帅哥 跪起来 拿着戒指就跪下了 对对 今天就是这个 腼腆的微笑配上这么大的一颗钻戒 目前的新娘子就等着办婚礼吧 明年可能有一个婚礼的计划 然后因为我们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生活 所以可能需要就好几站吧 我觉得 所以婚礼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在明年 遇到对的人 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看着同城节满脸幸福的样子 我们只有祝福这对夫妻 新婚快乐 幸福美满 我们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